大家好,我是焦东小麻 今天过来修一个5匹的保鲜冷库 一共两个比泽尔机组 现在这个机组漏服,一点服没有了 压力保护,外机不工作 所以首先要打上压,看一下哪个地方漏 这个是冷库的室外机 5匹的,两套比泽尔机组 这一套是正常的 这个是静态压力,没启动之前 给大家看看压,低压9个半的,不到10个 高压12个,这是12个压 静态压力 这个室外机 高低压表全是长压了 一点压力没有了 刚才旁边的好的压力大家也看到了 所以这个漏点应该不小 像这种机器啊,首先 进行打压,找漏点 打压之前先看一下周围这些街头 有没有明显漏油的地方 有没有明显漏油的地方 像这种机器室外机漏的几率很小 都是干燥的 一般室内机漏的情况比较多 这个是高压,低压,高压阀 打压的时候先把这个拧下来 把这两个帽拆掉 我刚才用班子已经松掉了 这两个是高低压头啊 但是里边没有顶针 现在和外界是不通的 因为有这个阀门控制的 要想通需要把这个阀门啊 顺时针 拧一圈左右 这就和室外连通了啊 如果给它完全松开的话 它就是关闭状态 和老师的美的试剂型那种空调的 阀门是一样的 没有顶针 所以 要进行打压的话 必须要用双表 它的高低压 一个是内机有膨胀阀 再一个是 它这带个截止阀 断电的时候这就封闭住了 高低压就断开了 如果补高低压同时打的话 就打的高压或者就打的低压 这样把压力表 高低压同时打压 打上压以后 用肥皂沫找露点 这样拧上 高低压就可以同时打了 如果露得大 可以听下来有没有磁磁的声音 如果听不着 就用肥皂沫 找露点 找街头 内积弯头 打压的话 用制冷机打的也行 要不就用氮气 看怎么方便 制冷机打的话 浪费制冷机 用氮气的话 一样也要花钱 堵氮气瓶 现在夏天 制冷机压力也比较高 也有十个多压 用制冷机打也可以 往里放气体 浪费不如多少 最多一公斤 二十多个钱 制冷机 现在就把压力打上 去内机解漏一下 看看能不能找到露点 大家看看现在露点找着了 露得特别慢 这个地方露得特别慢 这个地方露 不断地往外鼓泡子 倒上肥皂沫 老明显了 鼓得特别快 这个地方 第三根管 从上面往下锁 第三根露 因为这种情况 我遇到过 特别是新装的冷窟 这个是装了不到一年 这个管子热胀冷碎 焊点不好的话 很容易张裂了 因为电加热化霜 这个管子一般都在电加热管附近 这个比较明显 像这种 如果像这种冷窟漏浮 首先查电加热管附近的焊接点 这个是原厂焊接的 因为我以前遇到过这个情况 找蒙面找了半天露点 所以今天比较有经验 找的比较快 直接找这个喇叭口 这是分支 分支器 找到漏点焊死 初生公家福 就比较省事了 现在这个焊点已经焊完了 焊得特别厚 房子以后再漏 如果出厂的时候 焊这么厚啊 应该就不会出现问题了 所以 修这种冷库 要注意 这种街头 最容易漏的地方 现在管路焊好了 开始抽真空 高低压分开抽 这样抽的快 还抽的赶紧 抽大约半个小时吧 就差不多了 这个机器大约加5公斤幅左右 一会儿抽完了 把幅加上就可以 现在真空已经抽完了 开始往里加幅 压力一升起来了 关一关压力看看 现在风位是热的 低压两个压 高压13个多一点 幅加完以后 把这个发门完全打开 逆时针拧不动了 就是完全打开了 这时把它拧下来就可以了 这里就关闭了 这样那么班子 把帽拧紧就收工了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请点赞 关注转发 咱们下期再见 大家好 我是焦东小王 今天过来修一个冷库 这个冷库是一个大3P的保鲜库 要求温度是0到5度 基础是风冷的 现在的故障现象是压缩机不启动 外风机正常运转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冷库的室外机 用的压缩机是古轮的 古轮压缩机的质量还是可以的 压缩机的上面有两个大电容 黑色的是启动电容 银色的是运行电容 这一点和空调是有区别的 现在很明显的看出启动电容的下方有液体流出来了 应该是这个电容出问题了 咱们现在就把外界的伤盖拿掉 看一下电容是什么情况 伤盖拿掉以后 现在电容就整个漏出来了 大家可以看到 启动电容的周围全是漏出来的液体 应该就是这个电容不行了 液体漏光了 这个启动电容上面有一个电阻 和运行电容有很大的区别 这个电阻是起到放电的作用 所以咱们要换 也要换一样的才行 因为我经常修这种机组 所以车上正好有这个配件 一会儿咱们就把这个新的电容换上 测试一下看看压缩机能不能启动 这个电容的容量是160到193的 它和普通的电容还是有区别的 这一点要注意 旁边的运行电容可以用别的代换 它是50微法的 但是启动电容必须换一模一样的才行 由于这个机组已经用了很长时间了 所以咱们最好把两个电容都给它换了 防止运行电容出问题 造成压缩机的损坏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机电器 也是冷酷机组上都有的 它是进行运行电容和启动电容的切换用的 启动的时候启动电容介入 等到压缩机运转了 运行电容就介入了 启动电容断开 现在两个电容都已经交换上了 一会儿咱们就启动开试一下机 看看压缩机能不能正常运转 现在把配电箱的总杂推上 过了一会儿以后 室外机正常运转了 风机和压缩机都正常工作了 这样机组就修好了 其实这个电容更换起来和空调一样简单 但是收费要比空调高好几倍 好了本期的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 大家好 我是焦东小玩 今天过来给一个冷库加个服 这个冷库是大三批的 三百八的电 攀管是冷库 现在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回气管是截腿珠的 没有截霜 因为它是攀管的 以前正常的时候这个是截霜的 现在降温特别慢的 缺浮了 这个机器有十年了 这个地方也是有漏油的地方 漏油就说明有轻微漏浮了 这个地方又漏油了 现在这个螺丝都紧了紧 漏的特别轻微 现在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这种机器怎么加服 首先要把它拧开 这是塑料盖板 这个地方有个发门的 它和空调是不一样的 它这个是不带顶针 冷库的都不带顶针 先把这个边帽拧开来 这个是加服口 这个地方拧下来 它也不会漏浮 因为它这里边没有顶针 是靠这个发门控制的 这个用的是R22的冷媒 先排一下空 排位空以后 把夹服管拧上 现在夹服头已经拧上了 拧上了以后 必须把这个发门 现在是关闭状态 轻轻往里拧一下 这个发门就打开了 不用拧太多 现在就打开了 就可以往里加入制冷剂了 加到这个管结状就可以了 这个管一结状就服就够了 慢慢加 这种发门 完全打开 就是把它锁止 然后完全关闭 然后完全关闭 就是把这门就管到锁止了 这个和空调收服一样 完全关闭 完全打开以后 这个就锁止了 所以加服的时候 只要把它往里稍微拧一下 这俩就倒通了 就可以加制冷剂了 现在加上服了 这个管独间 手摸的感觉越来越凉了 现在加上服以后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管是结霜的 服加完了以后 就霜 结得特别好 扒凉扒凉的 这个时候是制冷剂够了 这儿结霜了 服加完以后啊 把这发门就是打开 打开到头 拧不动了 然后把这个扭 夹扑扑拧下来就可以了 然后再把这个堵帽拧上 这样加服就完活了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请点击 关注转发 咱们下期再见 淡气宝亚 内机宝亚 内机和管路宝亚 宝亚以后 没问题才能换外机 拿这个宝亚的表 好 把这头封死了 然后从这头打蛋器进行保压 保内积和管路 保内积和管路 如果有掉压的情况 就不能随便还外积了 必须得找到漏点 用户说这个机器 前一段时间加过符 如果是外积漏就无所谓了 因为外积换新的嘛 主要是看看内积和管路有没有问题 租的蛋器 现在已经连上了 连上压力表打压 24 我是满表3230的 不过还降啊 有我还走了 好25个多一点 你俩才不能降这么快啊 人家看得降啊 这不是 对啊 上里边瞅一眼 上里边瞅一眼啊 刚才打上压 以后 明显看到压力表 有点下降的趋势啊 上内积检查一下 听一听 有没有明显录的声音 我说仰客往下掉 你外边检查了 我那接口没关系 里边没听见动证啊 压力掉挺快的啊 要不他刚加上浮就没有了 嗯 他要是太厉害了 你还不能盲目的 给他还外机 这下也不漏啊 这压力掉那么快 肯定有动静呢 这些地方 有没有油呢 连接管 开玩笑的吗 又掉了啊 刚才打到25 这一会儿掉到这儿了 哈喽大家好 我是焦洞小玩 咱们今天过来修个冷冻库 用户说不治冷了 然后抱故障代 一会儿我就上去给他看一下 是什么问题 还没走到跟前 就已经听见了机器的报警声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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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首先量了一下压缩机的绕主 每一项的组织都正常 然后我手动按了一下交流接触器 室外机也能正常工作 这说明室外机的硬件部分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我量了一下缓温传感器和化妆传感器 也都正常,没有什么问题 咱们一会儿上室外机去看一下压缩开关正不正常 由于室外机在楼顶上 我得爬上去 大约有20米高吧 修个机器也不容易啊 上去下来怪费劲的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期发布维修外机的视频 想看的朋友可以继续观看 咱们下期再见 现在打压呀 已经打出来了 就是连接管和内机肯定有漏的地方 压力表下降特别明显啊 然后一会儿再分道打压 单独打一下连接管 看看连接管漏不漏 因为这个压力下降比较明显嘛 这个外机用户找很多人来修过 又是加符啊 又是汗管啊 修用不短时间就坏了 根本没说把管路清洗干净啊 或者是保一下压漏没漏 漏符只是过来加符 前一段时间更加的嘛 又不好用了 根本没保压 这个压力表降得特别明显 然后过一会儿降一个格 过一会儿降一个格 漏得挺快的 看样必须要分道打压 再把连接管和内接单独打压 现在打压内接和连接管有漏的地方 现在再分道打压 现在打内外接连接管打压 然后从这儿嘎段 从这儿用童管U型连接起来封死 封死以后打内外接连接管 再打开 好,我先打热 凉凉再打 管热点 现在把管封死了 封死以后单独打内外机连接管 看看漏不漏 如果不漏的话 那肯定就是内机漏了 一会打一下看看 现在把内外机连接管封死以后 单独给管打压 现在打到不到19个压吧 一会看看降不降压 因为刚才降压降的挺快的 五分钟降一个五分钟降一个压 降特别快啊 现在是 现在打了18个半压力啊 一会看看降不降 如果不降压 那就是 是内机漏浮 就是换个内机了 因为内机表面上没有漏点 漏的话也是 就是片里边漏了 管保压一点不漏啊 现在确定 确定是内机漏 然后内机也来换了 修智能找漏就是最麻烦的 就是分段保压 分段啊 因为这个漏了也比较明显 还好找一点 如果是慢慢漏的话 那样24小时能看出来漏点 那样修就比较麻烦一些了 这个现在一点也不降啊 原来是五分钟降一个压 上内机听也听不出来声音呢 年数太长了 一三年的 直接换新的 今天过来给冷库加个符 得爬这个爬上去啊 外机在楼顶上 接了个绳子 这个绳子干什么用啊 爬上去以后 用绳子把符拽上去啊 先借到身上 20米高度 现在已经爬上来了 上面全是机器 现在呀 符已经拿上来了 这个就是室外机 这是个大三批的 大三批的 盘管式的冷冻裤 现在这个回气管啊 不吃太凉了 缺福了 这个管也没有温度啊 正常这个管应该有一点温度 这个是应该 略为解一点霜 效果比较好 看一下压力啊 高压 11个多点 低压 含不到一个压 所以这个冷库 冷冻裤和保鲜裤的压力 是不一样的 冷冻裤的温度低 所以它压力相对来说就低 而且风冷的冷冻裤和盘管式的 压力还是不一样的啊 风冷的压力略微高一些啊 盘管式的就相当于冰柜 跟冰柜是一样的 它压力是很低的啊 正常工作压力是很低的 一会就给它加一点啊 加到这个管 结霜了 就完事了 因为这个压托机 是靠这个回气温度降温的 如果一点霜不截的话 这压托机很快就容易过热保护啊 现在就开始加伏 它这个加伏狗和空鸟的是一样的 22的制冷剂 先把扶屏打开排一下空气啊 压力表先关死 看一下压力多少 好 这个压力表显示正好一个压 现在呢 给它往里加 现在打开扶屏加扶 因为它这个是盘管式的 所以缺服以后啊 里边的盘管就能明显看出来 有的盘管上就没有霜了 就是末末端的 末端的几根盘管 霜就就没有多少了 前端的霜特别多 这个就是制冷剂不足导致的 因为这个空调是老机器了啊 一年一年就过来加一次服就可以了 可能有慢撒气的地方啊 但是很细微 找的话太麻烦啊 客户也不不愿意出钱 所以一年给它加一次服就ok了 如果漏服漏的厉害啊 那就得找漏点了 像这种加一次服用一年的话 漏点才不好找啊 肯定很细微很细微的 关键是室外机它也不漏啊 都找完了室外机不漏服 室外机的高压 如果漏服的话很快就没了 里边的制冷管是铝牌的 可能是铝管略微有腐蚀的漏点呢 这个不好说 现在服务加满以后啊 明显管道截刷呢啊 截了一层白刷 脚发也截刷呢 这样就差不多了 现在工作了一会儿 大家看看这个回气管啊 已经截满霜了 这样服啊肯定是够了啊 回气都截霜了 肯定是够了没问题了 那管都截霜了 这是末端 这个线是店家这个橱双的 里面都截满了霜 效果挺好 沾手 沾手了 没问题 好了本期视频呢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请点击关注转发 咱们下期再见 我得上上来 再上上来 再上上来我谈 不用了 扫一下 直接算吧 380 换了个380的 卸了 底座卸了 那是 卸啊 皮头不合适 那不合适 那不合适怎么弄 怎么弄 这个是个220伏的 不合适 画了一套380的 今天用个大车拉吧 昨天 火箭的车 拉不了 双风机 380伏风机 电加热220 你过来过来拿什么工具 装的满满的 哈哈 膨胀膨胀阀用的是 丹夫斯的 丹夫斯的膨胀阀 阀心是费三的啊 费三的阀心 这个是冷冻库 这个膨胀阀 这个膨胀阀 适用于R22和407C 膨胀阀 这个冷库是R22的 这种机 内外机全换 单气瓶 昨天分店打压了 内机漏 外机 外机火给烧了 没法用的 开盖 来 把这机器 弄一片 这脸是脸 像这拍到这边 哈哈 好了 走 走 走 大家好 我是焦东小玩 今天过来 安一个冷库的机组 就是这个 这个是380伏的新机器 刚来的 因为它的外机已经烧了嘛 上次来看了 这个是个380伏的外机 然后我朋友拿了一个220伏的外机来了 因为这活是他懒的活 所以 今天又来了 换了一个380伏的 换了一个380伏的 昨天我来看了 是个380的外机 然后这个外机啊 新的外机来的时候 里面是没有制冷剂的 里面是冲的氮气保的压 这是压力表啊 保的压 如果新机器 打开一看 这个压力表没有压力的 那说明这个外机啊 就有路的地方 这样就不能安装了 就需要换机 所以这点大家要注意 他这个帽 都是罚门关死以后啊 这个地方又封死的 拿铜垫给封死的啊 就是保压效果会好一些嘛 房子又罚信关闭不严的情况 造成漏的情况啊 所以他保的压 一会儿拆开外壳 看看里边 用的是什么压缩机 打开看看啊 就是什么压缩机 打开 那是什么压缩机 我再来 就要用这个压缩机 那是什么压缩机 就要用这个压缩机